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星資產運用香港特約中尖互聯網ETF全攻略 我是Vicky 鴻英文 今集的嘉賓請來有三星資產運用香港有限公司ETF投資策略副總裁林梓敬先生 Terence 你好 Hello Vicky 你好 各位觀眾好 你好 知道三星資產其實不少投資者都會聽過 可不可以請你簡單介紹三星資產的背景 好啊 好啊 我想大家都對於三星這個名字就不陌生 因為其實可能大家有機會都在用我們公司的手機 其實除了手機的業務非常發達之外 其實我們三星的集團其實還有兩個比較主要的業務 一個就是三星的物產 其實舉些例子譬如今年在香港的第三跑 或者是這個 那個團馬線那類別的一些業務來講 其實我們三星的物產也有份負責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業務來講 就是我們的三星資產運用 其實最主要是一個資產管理公司 如果看回我們的管理規模來講 在韓國我們是最大的ETF的發行商 其實就見到整體整個韓國市場是一半以上的 而我們因為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其實我們都由韓國那邊鬥彈出來 在2007年的時間 就在香港成立了我們香港的資產部門 而在2015年就也成立了我們被動的一個投資部門 在2016年就正式有些ETF在我們的市場上推出 當時都會是一個最新出的一些 譬如是旗油或是槓桿反向的產品 當時都是第一批在這個市場上推出的 這個就是小小我們的簡介 讓大家了解我們那個雜線的情況 好 但講開你們的產品 我都有留意的是212 因為今年以來其實都升了4.9 可不可以都簡單介紹一下這隻212呢 其實212來講就是一個中資的科網股投資的概念 我想相信大家今年來講 都會是熱榜追回一些是中資科網概念的股票 其實我們的212就正正是投資在這個板頭 而212來講最主要是追蹤著一條指數 就是這個中正全球中國互聯網指數 而中正這間公司我想大家就不陌生的了 因為譬如你說CSI300 負心300指數來講 其實都是這間公司推出的 所以本身中正這間公司都是非常之有名氣 那我就火拍了它 就出了相關的ETF 那就是這個中國農網 就是212就是ETF 那其實最主要來講 是投資中資的科網的股票 中資的意思呢 其實我有三個定義 那只要符合其中一個定義來講 它都會是立入一個檢戶範圖的 那包括它會是一個中國註冊的一個互聯網公司 又或者它本身的業務來講是中國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它最少公司有一半的企業是來自中國的 那只要符合三個任何一個條件來講 其實它都會是立入這個指數的一個檢戶範圖 那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一些中資上 一些中資科網股上市的時間 它未必只是選擇在香港上市 很多時候都會在A股 甚至是更加多是在美國那邊的市場上市 那所以我們以812來講 投資中資科網股的策略 就不是正正投資在港股那方面 那其實我們就以一個全面覆蓋的策略 那就包括是美股 A股 和港股那方面 都會是涉及一些中資科網股票 那而我們的選股的上限來講 在調整的時間 就最多是可以持有一個股票15% 那因爲呢 因爲我們主要都是投資一些中資的科網龍頭 那龍頭的企業來講 它們的市值相對上比較大 那如果你說我們那個比重來講 如果是保留在一個比較低的比重來講 就有機會未必可以跟回一個 相關股票的走勢 所以我們那個相對上那個持股比重來講 就是我講了15% 相對上比較大的 那而入面來講 因爲正正我們是投資一些龍頭的股票 那所以看回現時的平均市值來講 是大概6000億港幣的公司 那另外來講 那麽我們也有一個叫快速立入機制 那麽其實跟很多一些指數一樣 那麽當一些很大型的公司 如果是有一個新的上市的時間 如果那間公司它們的市值 是立入我們的指數 行零頭5位之內的話 那麽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快速立入機制 就是可以將一些新上市的公司 那麽它就可以加回立入去那個指數裏面 那麽何時可以立入呢 就是那間公司上市之後 第十一個交易日 那麽就有機會是可以立入那個指數了 那麽其實近來我們被人聞得比較多來講 就是我們的二八一二 會不會是加入回 大家都最近經常講的就是螞蟻集團 10月有機會上市 那麽其實正正就可以用回這個快速立入機制 那麽如果這間公司認為是螞蟻集團 是符合中資科網互聯網的一個板塊 而它的市值當然非常之大 那麽有機會就可以用回這個快速立入機制 那麽就以第十一個交易日 有機會加入我們這個指數 從而我們的二八一二 都可以投資在相關的股票裏面 剛才Terence提到 二八一二主要都是投資一些科網龍頭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它包含裏面有些什麽的成分股在這麽呢 是 科網龍頭來說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那最常講一下 這年聽得最多就是ATMX 即是阿里巴巴 美團 騰訊 和小米 那麽其實我們的二八一二來講 ATMX佔有個比重也都非常之大 在說超過五成以上的 那麽如果說對比起現時 即是市面上很多不同的ETF 都有機會是投資科網裡面 那麽而我們是其中一隻來講 佔比是相對上比較大的一個組合來的 那麽大家可以看回圖表來講 那麽現在來講呢 就是美團合位佔最多 那麽然後就是阿里巴巴 那麽接著就是騰訊 那麽另外也都有京東 騰多多小米陣陣的一些投資 那麽而剛才有講過 我們就不只是投資港股 那麽譬如說 我們看回美團 騰訊 當然大家很容易在香港的股票市場去投資到 那麽另一方面呢 我們也是有投資在美股和A股的 那麽舉兩個例子 譬如美股來講 騰多多和好美來 其實是一個做得不錯的 一些中資科網的股票來的 那麽譬如你說以騰多多為例 過往來講 大家是做一個電商的一個 就是電子生物停台的時間 大家很多時候都會提起騰訊 或者是京東的 那麽其實如果大家看回騰多多來講 在內地來講 它是全個內地排第二 最大的一個電商的公司來的 那麽而這間公司來講 其實成立的期就不是非常之長的 那麽說的是2015年成立 2018年就在Nexus那邊上市的 那麽其實過往的股價 也都是非常之凌厲的 那麽而由2018年上市到現在來講 它的股價足足是升了四倍又多的 那麽而我們的212 其實是在2018年的12月 就已經是持有相關的股份的了 那麽所以也都是捕捉了相關的兵狼 那麽另一方面 譬如你說好未來來講 是一個就是電子的教育平台 那麽在過往來講 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是受惠疫情大家不可以出街 或者是小朋友不可以上學的情況底下 也都帶動了相關的股價的 那麽而在好未來來講 其實過往五年的表現 也是做得非常之好 過往五年來講 它的股價是升了十五倍的 那麽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增速 那麽而我們的212 也都在我們的基金成立 在ECF成立的時間 就是講2018年的6月的時間 其實就已經是持有好未來的股份的了 那麽所以大家是可以看到 原來除了在香港以外 其實在美國來講 也都是很多一些非常之好得數的 一些中資貨網類的股票的 那麽另外除了是美國的方面 那麽也是A股 A股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脂瘡比重 排第十是東方財庫網 那麽大家如果今天 上一上Bloomberg 上一上彭博 看一看新聞來講 這間公司是非常之厲害的 是因為它是一個券商 而它的規模來講 是大過瑞信 它是Credit Swift的 那麽是一個非常之大的一個券商平台 也都是過往幾年發展得非常之快的 那麽如果大家 例如是本身很有興趣 投資一些中資貨網的股票的話 記住就不要只是著眼於港股 那麽其實A股 美股也都很多不同的投資機會 那麽什麽會很容易去撤裂到 這些投資的機會 可以湊過我們的712 因爲我們的指數來說 就會將相關的龍頭股份 便會藏入我們的減股範圖 這麽就可以很容易幫大家 去投資到相關的板塊 但是剛剛Terence提到 也會投資在美國 香港 中國這些時候 那個比重的分配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比重的分配就很取決於那間公司本身在哪裏上市 大家可以看圖片 其實我們有一半以上 最主要是投資在美國上市的一些中資科網股票 另外大概有四成左右就是投資港股 大概8%就是會投資在內地A股那方面 另外可以看右手面的幅圖來講 我們那個互聯網板塊來講 就全部都是一些新經濟概念的股票來的 大家可以看回 那待會也會跟大家個別說 就是板塊裡面我們也包括哪些範疇 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回市值方面 剛才也有提過 因為我們正正是投資一些龍頭的科網 為什麼投資龍頭科網那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科研來講的發展 其實也需要很多一些資源 相對上一些公司比較小的話 它未知是有這麼多資源 是可以給大家做一些研究 所以一些龍頭的企業 它們本身是已經佔了一定的地位來講 它們都可以鞏固它們的企業經理增長 要看回我們現時來講 那個持股成份 平均的市值來講 大概是6000億港元 當然最大的機率就非常大的 大家也很熟悉的 比如騰訊 美團 那些比較好大型的科網類的股票來的 剛才說了這麼多隻股票 又拼多多 美團等等 其實可不可以講一下包含什麼主題 其實就包含很多不同類別的範圍 因為如果你說從過往10年前 大家說互聯網 可能大家純粹想想 譬如上網 看看新聞 或者是找一些資料 但是時至今日 互聯網就不再是一個單一的產業 其實今至今日 我們就細分了有8個產業 至於將來 例如說三年後 或者甚至五年後 會不會一些更加新的產業 而今至今沒有聽過 絕對是有這樣的機會發生的 而其實你透過一個ETS的好處 甚至可以幫你包含所有相關的互聯網 相關的一個範圍 甚至將來一些新的範圍 亦都有機會可以加入進去的 而今時今日來說 去到現時這一刻來說 我們可以統統地說 大概有8個範圍 包括人工智能 物團網 雲計算 5G 流動支付 醫療科技 電子商貿 以及網絡遊戲 而其實個別來說 我想大家今年都聽很多 我很快去介紹一下 其實是甚麼 人工智能 譬如大家平日都在用 例如可能是一些 面部認識的系統 大家可能平日透過電話 去看一看自己的臉 就已經可以幫你解鎖了 其實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技術 過往的五年或十年 大家未必會看到 今時今日其實已經被一個廣泛的應用 另一方面 物聯網 其實現在這一刻來說 大家亦都很廣泛去應用物聯網 其實是甚麼來的 物聯網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一個感應器 加上網上的連接的功能 兩者加在一起 就是一個物聯網的概念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就很快會明白 我不知道大家本身 譬如家裡會不會有小朋友 或者譬如有寵物 可能大家上班的時間都很擔心 就是小朋友在做甚麼 有機會大家就可能在家裡 就會安裝一個鏡頭 安裝一個廢物電視 就會連接互聯網 大家很容易在家裡 在辦公室 透過手機 就很容易去看回家裡 小朋友也好 或者是蜜蜜蜜也好 或者發生的甚麼事 這就是一個物聯網的概念 就是將這個Sensor加上互聯網的概念 建設在一起 就是一個物聯網 另外一方面 雲計算是甚麼呢 就是過往來說 很多人都說 我純粹可能就是一部電腦 透過電腦的記憶 去做一些計算 但是以今天來說 其實電腦和電腦 就是透過互聯網的形式 去連接 去溝通在一起的時間 那大家可以用到那個容量 或者計算量來講 其實就比你單單一部電腦 是多很多的了 而你說 譬如你說 不透過運計算來講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發展 是一個 譬如是AI 或者是一些電動車的一些概念 所以運計算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另一方面 譬如是5G 過往幾年 大家都是講4G 那今時大家就講5G的技術 5G來講 其實在內地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尤其是今年 而今年來講 國家亦都預計 去到年尾來講 大概有50萬個發射站 那就是5G的發射站 就可以支援大概1億左右的人口 那當然對於中國14億人口來講 其實都是相對上 一個比較小的比例 而其實未來5年來講 其實這個5G的發射站 是說的是每年大概有10-10%的增長 是支持相關的人口的 另外譬如醫療科技 醫療科技今年都講了很多 尤其是年初的時間 大家譬如有留意平安好醫生 或者是阿里健康 其實都是提供一些醫療的網上平台 給人去看病的 因為在內地來說 很多人他們都沒有辦法去 尤其是住得比較遠的話 他們都沒有辦法 可能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停止 去坐車 然後去看一個醫生 而其實這類平台 就是提供一個服務給他們 就可以透過線上去看醫生 同時也是一個配樂的服務 而譬如是阿里健康 或者是平安好醫生 也是我們212的傳統股票 譬如電子商務 剛才有提過 拼多多 淘寶 或者是一個京東 等等這類別的電子商務 尤其是在今年疫情的情況下 是有一個非常之大幅度的飆升 最後就是一個網絡遊戲 網絡遊戲其實它的產業是非常之大 如果你說對比一些傳統的娛樂行業 譬如是電影來講 或者是音樂來講 兩者加起來的板塊 現時的規模都不夠網絡遊戲 所以網絡遊戲是一個非常大的板塊 說一些實意的東西給大家了解 譬如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譬如有一個騰訊旗下客客機 譬如大家所說的就是食雞 其實如果大家去做一個電競的資產 他們的獎金是非常之高的 在2018年 他們的獎金是1,800億美元的 所以現在打機是可以發達的 你可以透過打機的形式去贏這些獎金 當然這麼大的獎金背後 其實就帶來很多不同的商機 譬如可能一些人會給錢去賣遊戲 或者甚至是更加多的 是給錢去賣裡面的武器 買點數等等類別的活動來講 都帶給一些去做網絡遊戲的公司 都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商機 另外一方面 他們都是透過一些廣告形式 去推廣他們的平台 所以這類別的產業 都帶來互聯網相關的板塊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成長 聽完Teners的介紹 都知道 接下來互聯網行業都是長線看口 但過往2812的 股價走勢表現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如果你看看2812的過往的走勢 其實Figgy你剛才有說過 我們ETF直到沉入為止 年初到現在是大概49%的升幅 我想大家最近都有留意 尤其是科技股也好 或者是互聯網的板塊也好 最近都有少許的調整 最主要是因為估值相對上比較高 很多投資者其實從年初到現在 都累積了不少的升幅的獲利 所以從一個高位來講 其實都做了一些獲利的回套 如果你說跟大致去比較來講 譬如是中國的一些指數 譬如是CSI 300 或者是恆生指數 甚至是美國的Netflix也好 無論你說是年初到現在 六個月的表現 三個月或甚至一個月的表現來講 我們的212的指數下 即是中正全球中國互聯網指數 都是絕大部分的時間 是跑贏其他一些中國相關的指數 這就是一個相對上比較短期的表現 我們提到是一個月 三個月、六個月或是一年初到現在 而其實互聯網的板塊 就不只是單單講一個短期的趨勢 譬如我們看回復圖 例如我們看回一年、三年 甚至五年的情況下 那原因又是怎樣呢 如果你說跟一些大市去做一個比較 譬如是內地的A股 或者是一些中國相關的指數來講 一年、三年 或者是年初到現在的表現 我們其實都是考驗大部分的指數 所以互聯網投資的一個概念來講 就不是單單講一個短期的投資 其實中長期來講 都是一個相對上比較好的投資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始終的網路的板塊來講 相對上它的增長速度是比較高 而背後來講 相對上風險也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來講 它過往的波幅來講 都可能會是比起一些傳統的板塊 相對上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剛才Tyrun也提到 最近科網股也有一些回調在 其實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投資主題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其實投資主題是非常之多的 舉一兩個例子 譬如今年來講 尤其是在下半年來講 大家非常之關切 就是一些新的IPO 一些新的上市 尤其是在一些獨博秀 即是所謂我們過往的成立期 不夠十年的一些科技類別的公司 如果你看回全球的獨博秀來講 中國來講 就已經是佔有頭六間 尤其是頭三間都是我們中國的一些企業 包括譬如是馬來西亞集團 TikTok 或者是直接出行 這類別的公司 而這類別的公司 其實陸陸陸陸陸都會在一些 上市的規模的情況下 大家都相信資金面上 都依然會繼續支持互聯網相關的版塊 大家尤其是可以留意 馬來西亞集團在10月份 大家現在都在留意中了 有機會是會上市 相信當時來說 亦都會是大理科技股的業調 而除了一些科技類別的 一些角色去做個上市之外 其實第二上市的ADR 即是美特的預托證券 其實科技類的版塊核 亦都陸陸陸陸陸陸離回香港 或者是在內地那邊上市 我想大家記憶猶新的 就是在去年來講 阿里巴巴曾經做過第二上市 當時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 而我們亦都預計 陸陸續續亦都有一些不同的ADR 是會離回香港上市 而現時來說 是符合第二上市的ADR來說 我們是見大概有30%左右的 而如果相關的一些板塊是離回香港上市 相信亦都是在資金面 依然會繼續維持一個互聯網的板塊 除了一個上市的機會之外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看國策上的支持 其實過往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看國策會有甚麼基建的項目 基建的項目來說 都會看一些暴露、水電、建設會比較多 但是過往的幾年來講 一個比較新的名字 就推出了一個叫做新基建 新基建最主要是說 譬如是鋪路、5G 一些科技類別的板塊 AI一些人工智能的板塊 相對上的投資就會是比較多 其實根據新華社的報道 其實今年在年中的時間 他們報道就是說 中國今年 他們都標籤 大概有3,750億多元的債券發行 而這個發行量來說 最主要是為了一些新基建的項目 如果你說對比在去年的規模來說 他們的規模是比上年足足超過了一倍 所以都見到國家的決心來說 主要是發展一個新基建的板塊 而新基建的板塊 正正是作為一個互聯網相關的產業 所以這一類別的一些資訊 其實大家都是可以留意 就是會是混合互聯網相關的投資 但是不少家庭觀眾其實都會問 如果我是看好阿里巴巴的 看好美團的 為何不只買阿里巴巴呢? 為何要選擇ETF呢? 有幾個原因 當然你說個別看好相關的股票 當然你可以去買相關的股票 但是不要忘記一件事 我想過往大家很多時候都是想去投資ATMX的組合 如果你說每一個股票 我都起碼最少持有一手來說 只是買ATMX 單單買ATMX來說 其實那個入場費 已經是超過10萬港元 當然你資金足夠的去做投資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建立一個完整的 一個波網股的板塊 剛才也曾經提過 就是說 除了投資在香港的股票之外 其實在美國也好 或者甚至是A股也好 其實都有一些非常好質素的 一些中資互聯網的股票 大家可能尤其是零售投資者 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去做功課的時間 其實就是可以透過ETF的形式 直接是除了買到香港的一些互聯網股票之外 也都有機會投資在A股 或者是美國的互聯網相關股票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在費用方面 如果你說我每一個股票 都要去做一個投資的時間 我買或者是買出的時間 都是需要付一些就讀費的 但是如果你說透過一個ETF 一籃子的股票去做一個投資的時間 其實也是可以幫你減低相關的費用 因為你只需要付一次成型交易費用 嗯 可以 嗯 從投資的角度來講 我們都可以投資個別相關股票 尤其是因為它一些科網裡的股票的關係 它們那個波動性相對上會是比較大的 尤其是你說我可以看下面那個圖表 ATMX它們每一個個別股票來講 它們的波幅是超過四成以上 尤其是你說以回美國的點評來講 過往那一百日的波幅來講 其實它的上落是超過六成的 所以相對上它的波幅比較大的情況下 大家要承受過股的風險就會比較高些了 但是因為ETF來講 尤其是我們的212都是持有三十隻的股票 而最好ETF給大家最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幫大家分散相關的風險 雖然你說是同一個板塊 但是因為始終個別的股票 大家的業績不同 大家的公司管理不同的情況下 都是可以幫大家分散相關的風險 如果你說對比起其他個別股票 ATMX為例 其實我們的波幅來講 都比起個別股票相對上為低 以212為例 我們過往一百日的波幅來講 只是大約是34%左右 比你說ATMX個別股票下 它的波幅是超過四成以上 我們相對上 我們相對上給投資者的風險 都會較為低一點 但是講開一籃子的科網股 包括剛才也提到 ATMX 其實大家都會想起 今年推出的恆新科技指數 其實212跟恆新科技指數有什麼不同呢 我想大家過往一個月都很留意恆新科技指數 當然因為是互聯網的熱潮下 恆新指數公司其實都推出了這一類別的指數 給大家投資者多一個轉達 我們都非常之歡迎看到有相關的一些 投資者介入 給大家了解更多的一些科技類別的板塊 但是我們的212雖然都是投資科網股 和互聯網的板塊 持有的股票也是剛好跟恆新科技指數 都是30隻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裡面的成份來講 是非常之不同的 如果你看到個別重別的股份來講 其實只有8隻而已 即是有大概22隻的股票 大家的組合是非常之不同的 而我們的投資板塊來講 就只是會投資一個互聯網的板塊 但是如果你說恆新科技指數來講 它除了互聯網的板塊之外 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板塊 也都會是做個投資的 那換言之來講 其實我們公司的212 只是會專注於互聯網 譬如在一些芯片類似的股票來講 我就沒有去變手了 那尤其是最近一些芯片類似的股票 那個波動性都相對上比較大 那我們的212就沒有相對上受到相關的影響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持股的上限 我們的持股、過股的持股上限 在調整日來講 是說15%的 那所以都是可以讓我們持有一些龍頭股票 相對上的比重會比較大一些 那如果你看回恆新科技指數 它們的策略上就會比較分散一些 它們過股的比重呢 就會是說是持有大概80%左右 那另外一方面呢 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過股是可以最多持有15% 而變成呢 譬如說 最新ATMX的比重呢 我們是說大概是持有53%左右 而恆新科技來講呢 它們的最高持有比重 現時大概是38%的ATMX的比重 那所以如果本身投資者 本身是比較有興趣 是投資多一點的比重 在ATMX的部分來講呢 就會212可能是相對上會比較適合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大家都是一個快速的機制 那譬如說一些比較大型的 方網股上市的時間 那其實都有一個可能就是 會將相關的股票 就是一個比較快的時間 就不需要等調整了 比較快的時間就可以列入相關的指數 從而相關的ETF都可以做個投資 那最後呢 就是關於這個推出的期間 那其實呢 CSI中正全球中國互聯網指數來講呢 都是在說四年前已經推出的了 2016年已經推出的 而恆新科技來講呢 相對上會是比較新的 是今年2020年7月27日推出的 而相關的ETF 那當然是最近一個月才推出 但是我們的212來講呢 其實就是2018年6月30日 已經是推出 已經有兩年左右的一個 一個歷史記錄了 那所以相對上 大家都可以看回過往的 基金的表現的情況 那都可以給大家做兩個探考 嗯好啊 那還有一個問題呢 相信很多有興趣的投資者 都想知道的 那如果要部署這支ETF 其實會不會說 有些什麼策略去配合的呢 其實就有兩個策略 可以給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後期策略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那這些兩個就可以給大家去考慮一下 那第一個策略呢 就是說我本身看好一個大中華的版塊的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比較寬基的指數 譬如你說是A股的CSI300指數 或者譬如是香港的行星指數 去做一個主打 去做一個核心 而外圍來說呢 因為今年來說 都是比較盛行一些科技類似的股票 那所以就可以用回我們的2812 去做一個衛星的配置 就加重科技類似的一個版塊 那如果你說本身 我都是比較喜歡一些科技類似的投資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用回2812 作為一個核心 而在那個投資組合上面 比重相對上比較大一些 而正正剛才阿歐斯基里有提過 就是我可能有些深水的一些科技類似的股票 或者是一些非科技類似的股票 都想在一個投資組合上面加進去 那就可以是以相關的股票作為一個衛星 就以一個這樣的投資策略就可以去做了 那所以就兩個策略可以大家考慮 一個核心的指數加2.12 或者是以我們的2.12做一個核心 加一些個別的股票 作為一個投資組合去做一個參考 那賣這隻2.12 會不會有些什麼要留意 譬如好像有沒有管理費等等 其實相信任何ETF都有相關的一些費用 其實如果你說看回我們的三星產品來講 我們的管理費也是非常之滑日的 其實每一年的管理費都是0.65%的 而這0.65%大家不需要擔心 就已經在每一天的價格上就已經反映了 所以就不會出現大家今天買完我們的2.12之後 沽了去又要加多0.65%就不需要做這件事 在那個價格上已經是反映了 而另外一方面除了我們用榜元 可以直接買回我們的2.12之外 我相信很多投資者都本身是有一個美金 有機會本身都可能持有美金 而我們也有一個美元的櫃桌 可以透過9812 就以美元直接去做個投資 而我們的ETF怎樣買呢 其實很簡單 可以透過耀材的平台 在那個股票機上面 輸入2812或者9812 就可以直接去做個交易 所以投資的手足是非常之簡單的 聽完Terence的介紹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不過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不可以聯絡你呢 其實可以上回我們三星資產運用的網頁 可以看相關的一個銷售文件 和風險披露就可以了解更加多 當然如果你說看完個別 還有問題想了解的話 其實也很歡迎隨便E-mail我們 我們都會很樂意去解答相關的問題 好啊 亦都麻煩Terence的分析 亦都提提大家 以上的資料 只是給各位做參考 投資涉及風險 大家投資之前 請參與上市的文件 作出風險評估 並且有需要的時候 諮詢專業顧問的意見 亦都麻煩Terence 這麼詳盡的分析 我和你申報有沒有持有以上投資資產 我持有行是騰訊的 好啊 謝謝 今集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和Terence就談到這裡 好 謝謝Vicky 謝謝 再見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